我總覺得我們這個世代 總是希望在建築跟社會裡面提得很近的時候 希望每個案子都要講很多 關於台灣 關於自己的這些話 好像這次的作品裡面 沒有那麼急於要講那麼多的話 可能都講一點點一點點 那也因為這樣子 它稍微有一點點讓建築回歸到 比較建築的狀態 而且沒有發生到變得那麼多社會性 這又好又不好 可是我會感受到這樣子 我想你講的事故會有一個意思 那我覺得這是整個東方建築會比較碰到的問題 因為我們用的語言基本上還是西方建築移植過來的語言 那我們也還是 我們碰到我們自己環境的問題的時候 就會用人家的語言來解決這件事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不管是在我們台灣 近年經濟比較低迷 所以我們能夠處理的個案子比較小 或者是大陸鋪天在地的這個大型的建築 所建築師們提供的方式的問題 然後人家也是第一個 你真的不要提兩個印象深刻作品 對 你觀點跟他不一樣 對 沒關係 不過今天除了王俊雄跟我住在邊邊之外 中間這三位其實是台灣那個重要建築獎項 成年人建築想像的常盛軍 不信年輕人 有這三位 那我沒有 那接下來我們就到 我們比較辛苦 因為你已經知道誰是得獎者 所以你講話要稍微分寸 你要開始報名他 我這樣推你腳去 然後辦得對 要選對人不要亂搞 然後壓力很大 就是 忽然間整件事情就變得非常 越來越嚴肅 所以我剛剛跟阮萱講 我們第一天跟老公講 第一天我就覺得 這個很簡單 沒什麼 看人家回家睡覺 第一天又看 好像有一點難 這樣 到昨天又看 哇更難 更難 他頭髮13天擺掉 對對對 大概又擺了快一百根 可是其實這個 其實牽涉到 我們越看就是 越牽涉到一種 評審的價值判斷 所以我必須現在先講 就是 真的大家都做得 剛剛老公也講 其實如果每一個案子 我們看進去 絕對都可以 寫一篇文章 來讚揚他好的部分 對 那最後牽涉到 你怎麼去選擇這件事情 非常的複雜 那這種評審我看起來 就是以後也是一樣 誰當評審 他就會決定一個價值觀 那兩個人當評審 兩個人加起來的價值觀 三個人當評審 三個人 是不是加起來的價值觀 我不知道 那以我們的這個 我要先報告一下 就是 對第一天 他還說 團結人那個人 你知道團結人很性格 man啊 捲髮啊 你看 對 我就是要這樣講 在裡面 團結人 不要急 團結人捲得比較好看 然後他就說 團結人長得很像那個 日本的 渦園 武士 武士 對不對 我說對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其實你也很像 他說我也很像 他是大武士 小武士 然後 我就說 好吧 我那時候就有個感覺說 其實兩個武士站在他旁邊 這個人他到底是誰這樣子 然後他名字又姓 軟 可是其實他很柔和 好像很軟的外表 然後他想說 這是評審 最後應該是怎樣的局面 結果沒想到這個 最後因為團結人明天 昨天 其實我們最後要做決定的時間 其實不長不短 也就是說三位覺醒呢 要在長不短的時間裡面 要建立一個共同的盃 其實這件事情非常不簡單 非常不簡單 那這個時候就看到了 其實我才了解到 戰士 Warrior 武士 常常是 菩薩心腸 你懂嗎 我知道他接下去 性軟的不一定軟 結果 果然是小說家 對 但是性軟的真的不一定吧 鐵石心腸 他幫助我們解決了很多事情 所以我今天 我在 這個大概就是人的 覺醒的過程 我看起來是這樣子 很多菩薩在很短的時間 只能要 因時間的賽跑 共同監禮 有可能再加個一小時 兩小時 三小時 可能當然不太一樣 有可能再加一個 你進來 加個聲音 小王進來 當然不一樣 這一次真的就是這個樣 你說沒想到人叫怪典 當然 你幹嘛 我現在發現 坐在兩個文人旁邊 講話很難 一下子就勾回來 小說家裡 那我還是很快的 把這十個作品 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要稱讚一下的地方 或者是我的impression 很快很快 李文勝 其實我覺得這個作品 成熟度非常高 然後跟都市的對話 那一道斜牆 挖洞的光 我然後又不對稱 有點斜 對公園 對華麗了 然後天井 這件事情 非常好 後面呢有兩個 好像有一個診所 中醫診所還是什麼 中西醫的一個美容診所 你比較清楚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很棒 因為傳統的豪宅 也不太希望有些些 commercial的東西 那這都是相當相對的突破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得的 完整度非常高 幫傳經驗講 傳經驗講 這細部做得好 好 吳聲明 吳聲明這個案子 其實 其實非常的powerful 剛剛勞工提到 是一個用系統 他說是醫生 用醫生的手法 去把一棟房子診斷回來 那其實好希望可以看到 台北遍體開花 就是說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能夠真的變成一個機制 然後讓很多年輕建築師 介入到這一塊都根的範圍 不要只是只有 我其實並不反對現在的都根 現在搞得這麼複雜實在是不好 前一陣子其實也蠻好 就是後來搞一個文理院 現在大家也不知道怎麼辦 這些事情都不好 但是 都根柱平行parall 它其實也應該做一些 跟找傳統老房子有關的事情 那看起來這一件事情是 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第一次被看到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是很爽快的 是很棒的 所以有建築師願意參加這個比賽 做那樣的設計 然後也用一些新的觀念 用這些比如說 陽台前它變深 然後把管線變水平板 這樣 這每個作品只能稱讚 要不然就 好 誤導他們的想像 是 陳志森這個是最亮眼的 我一開始就是 跟小王一樣 我一看 大概就這個嘛 Special Price 好像是這樣 其實其他不要講 好不好 其實 還不一定 對不對 我也忘記 那其實是昨天的事 那每個作品都不可 少於三句 好 Presentation 還有那個 original 非常好 那個concept 然後不只concept 其實 一開始有些diagram 畫得非常的 到位 一樣的 就是有一種太平面式 就是那個思考 是 好像用那個漢棒 然後跟單 單位 單位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 應該再更深 那會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 觀察 這塑膠袋 到底那個 unit是哪裡 我覺得這件事情 你如果要出國留學 那個portfolio 還要再 再做一下 會更大 然後還有誰 朱鴻南 朱鴻南 對 我昨天其實 我等一下還會不會講 不會了吧 我講完就沒有 好 那我現在就講了多一點 就是那個 朱鴻南 因為其實我個人也有做一點房地產 就是其實我做到有多困難 他其實把正背面顛倒 企圖把那個court 那拉比跟後洋台結合成一個court yard 讓community混在一起 然後把兩個正面 然後再外面去看兩邊的山 其實然後用這個prototype 四個房子 一個十字形 一個狼 為prototype 再去複製兩個基地 變成 從四棟變三棟 拿掉一個court 變成open space 把court稍微調整 這個composition game 這個組合的關係 其實非常漂亮 我非常喜歡 然後那個中間那個挑戰 這個也不容易 就是一般會被要求要食材 拉比 然後他用鋼 鋼又外露 那個piping 是外露的 其實這件事情都不容易 那也看到他在材料上的企圖 只是那個材料的企圖 如果容許我 你也知道老公每次都說我偏直 如果允許我對這個純粹度 有個人的偏愛的話 我會更希望那些材料的這個差異性 可以再更小一點 就是說材料可以不一樣 但是那種色澤或質感的 傳遞出來的那個概念性 可能它再更小 不太需要到這麼多顏色 這麼多材料 這樣應該不知道是誰 收折盒 這個也是非常 非常humble 非常安靜 非常棒的案子 它其實是在一個很typical的 南台灣的一個銷售案的中體裡面 人家期待是要他蓋一個鑽石 他決定蓋一個黑箱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至少按著 用黑的玻璃 然後把自己的box 藏在樹林裡面 不會可以去炫耀 去好像說我這邊是一棟什麼什麼 super的這個活動中心 或者是公共的一個場域 它沒有這樣 它採取一個比較方向的策略 然後細部也非常成熟 然後三星 三星那個房子 平面非常迷人 我第一天 那個天氣很好 我一早就看到那地方 中間有個樓梯 一個回廊 square 非常好的平面 只是那個如果有機會 我會希望那個結構 結構的曖昧跟模糊性 其實是可能是關鍵 如果有機會的話 像這種案子要堅持下去 然後找結構機是找好一點 像 35公分 結構機是沒有來的 35公分可能是8公分 然後空心 空心磚計劃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其實是怎麼說呢 空心磚 這個實在是蠻麻煩的一件事情 其實 就是剛剛老公講 它是中獄者 我覺得這其實嚴重 就是說 這個案子的personality 有一種Integrity 請翻成中文 Integrity不是貼紙啦 Integrity是一種 性格上的完整度 你知道嗎 這種人物通常不會太nice 但是他有他的原則 他很知道他自己要幹嘛 他忠於自己 那這種 非事故 其實我覺得是 是看得到的 那只是最後擦槍走路火 他利面啊 搞到我們被誤會了 然後竟然還拿那個利面當封面 這更糟糕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說那個presentation 如果有機會 幫幫幫幫忙 那個案子最重要的 根本都不是那個利面 我覺得那個空間的構成 前後的通風採光 連室內牆全部是玻璃 然後用噴沙去做廁所 想要讓兩邊夾沉的關係 純粹到一種很簡潔的狀態 這個其實非常漂亮 然後後利面也非常好 後利面有個小勾牙 兩道牆封起來 然後有退縮有入台 結果呢 正利面最爭議 但是呢 他用空心磚 這個年代還有人在台灣這種地方 用空心磚去做 像一個不同的空心磚去疊那個利面 這水泥空心磚不是玻璃 不是玻璃 水泥空心磚 然後可能才駁的才三十四公分吧 這裡面還要加鋼筋 我問他說 你這每一塊都不一樣 他說對啊 我說你為什麼要這樣 這要是我們絕對不會這麼做 我們這麼事故 對不對 就發展一個單位 就搞定了 我們每個不一樣 很隔壁 所以從這一點 可以看到這個人的非事故 但是他不小心的 把那個非事故的狀態 搞得電作以為 讓人家以為是中癒 這件事情很厲害 很可惜 這個東西以後自己看得辦 所以說不要造成別人對你 對 對對對 然後這個野法座 我覺得也非常棒 這個人好 這個人好 這個最厲害的地方 做了好半天 他還是一個違章建築 你們知道嗎 舊違章變成新違章 這個其實是不容易的 然後又不能怪他 就是說今天這種東西 如果是台灣這種獎 那馬上就沒有了 就沒得談了 那也就是這個獎 open-minded value 我們竟然願意去看這樣的案子 然後給大家相當的 這麼好的評價 然後就是 其實他就是 維商建築的狀態 一個磚房 然後呢 去跟他琢磨 現在去碰觸 你知道嗎 我都好希望那些大老闆 你們有機會去看一下那些東西 他把那個屋頂切 拆掉 用青鋼架跟磚塊去夾 然後用輕型鋼架 然後架高 再做二樓 然後再長來長去 像在做藝術品 然後呢 做來做去呢 我看也是 真的就是一個唯一 這個就是厲害的地方 就好像我們小時候 在藝術品裡面竄 那個scale 那個亂 那個香愁 你知道嗎 我們這種年代應該都 都有香愁 我們是那種小時候 你要嘛 就喜歡吃到六顆星 吃最好的飯店 對不對 要嘛都要去 維商建築去爽一爽 那我就爽到的那一塊 他就是那個很詭異的基地 然後做了老半天 然後 這個東西也稍微的不是事故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 是 這個 所以至於怎麼樣 最後就要讓Value來這個 來決定 他看起來也好像 忽說明明 讓大家猜不出到底 誰是 講還蠻厲害的建築信仰是什麼 我幾日是覺得 台灣在 整個世代轉移的時候 現在轉到這個世代 已經是 不再是做大建築的時代 他們必須開始思考 如何做好小建築 那不是他們個人 這是一個時代的問題 小建築 就是你要在一個 現實的一個局限性 條件的局限性 你沒有可能做大作為之下 你如何建立你的建築信 如何能把你被建築的堅持度 在你頭呈現出來 那可能重點send up 那這個講對我來講 可能除了看這個之外 我還希望看到 他們在應對現實的過程中顯現的堅持度 因為我們都知道 兼職其實是最困難的事情 就是20年後 他們會變成什麼 或是我們頒給一個人 現在頒給一個獎 他20年後 成了什麼樣子 這其實可以對照 所以那個可能是 我們在討論上也稍微提到這些事情 就是他的信仰 他的價值觀在哪裡 以及 他在這個個案 就像老董剛剛講 他到底做多成熟 其實沒有關係 反而是說 看他的潛力有多少 以及看他有多少堅持度 他可以撐多久 這個事情 大概 我自己是這樣感覺 另外一個感覺就是 因為跟TOOSEAN可能不太一樣 我們看到的那個安排是 要到現場看 十個作品三天 那真的很早起 一開始我真的有點覺得 嗯 蠻沉重的 不過整個這三天下 其實非常開心 我們三個人都很開心 包括團結人都很開心 因為跟有機會看到現場的 各種現實 以及他如何在現實中 做應對這件事情很重要 然後聽到這十位進入師 他們親口告訴我們 他們對事情的看法 我覺得收穫很大 也其實很溫暖 也讓我們感受到一種信心 大概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 我的感覺是 JASON的這個角度 就像是跟 以TOOSEAN似乎樂觀 也積極一些 我們好像比較相信 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 我們跟他們的現實 跟他們的個人 有些接觸 我發現這些圖面資料 為什麼你們在這裡 為什麼你們在這裡 他們看不到 結果我們看到 就差別可能會在這裡 所以這個 等一下看到結果 如果太壓抑請不要太計較 好不好 我們其實覺得 下次如果三位還是出神委員 你們應該五十七天都去看 我們是 不過我們 台上的朋友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不過今天的節目很精彩 我們這一段 就到這邊 這件事情 帶大家給他們一些掌聲 謝謝